另外,各位市政府、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委員會、消費者的飲食安全 特別與眾人意和管理好好合作 基盤100空便利餐飲品和對中 邀請專家學者和衛生局欺負人員造成全業收組 典區為期五個月,總共有300件的餐飲品和對中 今天基盤啟動議室,現場東部配合進行、飲品和衛生工事會 希望大家共同來為民眾的飲食安全把關 加藝試政府、衛生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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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roe 加藝市政府、衛生局每年都會針對我們加藝市的餐飲業者作平和 那我们会平和烹饪的场所 然后用餐的环境 厕所 还有员工的卫生 希望提供一个很优质的用餐的环境 然后还有一个很安全的 很卫生的美食 给来我们嘉义市观光消费的国内的旅客 然后我们在地的嘉义市的市民 然后甚至我们希望我们这样的美食 可以推向国际 来对中通贵平衡的优良店鸡 让在地的市民和外来 有客来吃饭最安心 我们常常说食品安全是一种文化 唯有文化水平不断的提升 我们的食品安全才能够逐渐的 就是渐渐的落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呢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每年不断的平和 每年不断的提醒业者 让他们在作业的时候 以及他们在环境维护的时候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水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整个嘉义市区的餐饮卫生 才能够达到水准提升的境界 所以呢 我要说的是来吃饭最安心 感谢市政府卫生Q表示 同国民众的业者 除了可以来办法到 营资装摆有料的贴纸 当时也会公布在这些食安在家 还有卫生Q的网站 提供好民众差寻 如果业者想要让更多的民众 知道自己所经营的有料店鸡 不然在这些月底 进行感谢市政府卫生Q提出报名 以提升自己食品卫生管理的定量 世新新闻 当中孙王小山 感谢彩虹报道 使用后 哇